- 被受瞩目的虎门二乔通车在即,3月21日,开展了群线条式亮灯。 - 在广东移动5G网络支撑下,广东电网运用无人机开展职能寻线,为大桥电力供应保驾护航。 - 这是全国首次将5G技术,引用于无人机智能巡检项目中。 - 相比前几代移动通信技术,5G具有更高速率,更低食言,更广连接等突出优势,可提供至少10倍于4G的峰值速率,传输食言低至毫秒级,每平方公里的连接数可达上百万个。 - 虽然不在现场,供电局应急中心值班人员,对保电现场全程可视,数据可看,决策可指挥。 - 广东电网东广工电局负责人说,以网无人机寻线人员在作业后,需将记录内容拷贝出来进行分析,备时费力,而通过5G技术,至少压缩了4小时的数据人工拷贝时间,到大提高保电巡视工作效率。 - 在移动5G网络的支持下,广东电网清一代电力应急通信保障车,为保电作业,提供了一种移动式,高速,及时的数据传送方式。 - 实现了保电作业三个实施保电作业数据实时回传,保电现场情况实时查看,现场指挥实时沟通。 - 记者姚冲作者姚冲来源,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加可互端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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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